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如何解开一个华裔美国士兵的谜团 你错过的五篇周末阅读 梦买的第一家百万富翁购物中心 是对奢侈品文化理解的肯定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 在过去30年中如何随着金融科技 和绿色金融的创新而发展 马来西亚希望让人们听到 他们对辅导的看法 但不会禁止日本海产品 新西兰的核心政治价值观 会在清华总理的领导下受到考验吗 请大家收看 如何解开一个华裔美国士兵的谜团 你错过的五篇周末阅读 南华早报 本文概述了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各种新闻故事 报道的故事包括对二战期间 一名华裔美国士兵死因的调查 以色列加沙战争的解释 关于1993年香港飞机事故的存档文章 关于传统中医科学基础的揭示 以及在TikTok上进行的一场叙事战争 中国用户被告知亚里士多德并不存在 梦买的第一家百万富翁购物中心 是对奢侈品文化理解的肯定 南华早报 全球奢侈品牌开始关注印度 预计印度经济每年将以约7%的速度增长 使其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2017年印度的财富报告将其亿万富翁人口 排在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三位 印度的奢侈品市场现在也在小城市中看到需求的增长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在过去30年中 如何随着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创新而发展 南华早报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正在庆祝成立30周年 并举办第二届全球金融领袖峰会 该活动将汇集全球300位顶级金融家 讨论侏如应对复杂性和全球经济等主题 HKMA现在旨在提高其在全球舞台上的知名度 首席执行官于伟文表示 该机构将继续在央行数字货币 CBDCs、ESG和金融创新等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HKMA还参与国际清算银行BASE 并在BASE银行监管委员会上担任新职务 HKMA处于央行数字货币 CBDCs、代币化资产、绿色金融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 它是全球首家发行8亿港元代币化绿色债券的中央银行 并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合作制定虚拟资产的新规定 HKMA还正在试点中国的数字货币电子人民币ECNY 并与中国、泰国和阿联酋的央行合作 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在国际支付结算中的应用 HKMA的员工人数从成立时的275人增长到目前的1000多人 并占据了国际金融中新二期大厦的14层 马来西亚希望让人们听到他们对福岛的看法 但不会禁止日本海产品 南华早报 马来西亚将继续从日本进口海产品 但希望日本考虑到该地区其他国家 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废水排放的看法 在两国领导人会谈期间 马来西亚向日本表达了关切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表示 日本已经保证废水对环境影响微乎其微 但马来西亚希望日本能考虑其他国家的关切 日本已经开始释放福岛核电站处理后的第三批废水 新西兰的核心政治价值观会在清华总理的领导下受到考验吗 南华早报 预计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领导下的新政府将倾向于中国 这是由于两国经济联系紧密以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然而 人们将密切关注卢克森与北京的关系 以确保其不会削弱新西兰的核心政治价值观 特别是农业部门希望避免与中国的任何冲突 因为它严重依赖中国市场 卢克森表示 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但他也表示愿意接受中国为一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专家认为 卢克森领导的政府可能比之前的工党政府更加亲华 但政治经验不足以及内外部限制可能会限制它与中国的接触能力 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还将受到其在五眼情报共享伙伴关系中的合作伙伴 以及对人权问题的立场的影响 例如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待遇和对香港安全打击的态度 卢克森政府的组成 目前尚未确定 也将在塑造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 中国面临新的美国芯片规定 了解这五件事情 日经亚洲 在美国提前实施对其最先进产品出口限制之后 英伟达在中国的业务受到了审查 迫使该芯片开发商调整其在中国市场的产品 然而 修订后的出口规定将于11月16日生效 威胁到英伟达在其中一个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的销售 这些规定要求公司申请许可证 才能将尖端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到中国和其他指定市场 这些更严格的控制措施扩大了2020年10月引入的出口限制 旨在遏制北京的芯片雄心 更新后的规定还适用于更多国家 包括伊朗和俄罗斯 预计这些限制将导致人工智能芯片的成本和开发时间增加 并使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初创企业更难与全球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合作 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 中国芯片开发商可能需要寻找国内生产合作伙伴 中国初创公司云妖AI已排名第一的开源模型达到了10亿美元的估值 南华早报 中国初创公司云妖AI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 以其开源人工智能AI模型取得了独角兽地位 该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 发布了其大型语言模型E34B 该模型经过大量数据的训练 能够阅读、理解和生成类似人类的文本、图像和代码 该模型在关键指标上表现优于其他模型 包括Meta Platform的LamaR 该公司计划创建针对特定行业或竞争情况的专有替代品 并已经在研发一个拥有超过1000亿参数的模型 01AI由计算机科学家李开复创立 今年早些时候得到了阿里巴巴的云计算部门和腾讯的支持 中国对人民币日常水平的控制程度 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彭博社 中国对人民币的严格控制参考汇率 可能会导致货币压力的积累 最终可能会释放出来 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保持严格的范围控制 过去类似的波动下跌 往往是人民币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兆 交易员们正在关注中国当局加大货币宽松政策或美元飙升 可能成为突破人民币范围的催化剂 三个太平洋岛国表示 他们的领导人将不参加年度集团会议 路透社 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索罗门群岛的领导人 将不参加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 这可能对地区团结构成挑战 因为中国和美国在南太平洋争夺影响力 相反 这些国家将派部长参加在库克群岛拉罗汤家举行的会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将由副总理约翰 罗索代表 而瓦努阿图总理查洛特 萨尔瓦伊将派遣气候变化部长拉尔夫·雷根瓦努代表 索罗门群岛政府表示 外交部长杰里米亚、马内勒将领导其代表团 太平洋岛国论坛由来自三个子区域 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 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组成 俄罗斯表示 从新的潜艇上是设备核能力的布拉瓦导弹 半岛电视台 俄罗斯成功是射了一枚 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ICBM 该导弹名为布拉瓦 从白海的水下位置发射 并击中了千里之外的 勘察家半岛上的目标 布拉瓦导弹射击用于携带多达六枚核弹头 射程超过8000公里 此次试验发生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签署退出全球核试验禁止条约的几天后 莫斯科辩称这一举动是为了与美国保持一致 中国承诺增加贸易 香港股市飙升至三周高点 南华早报 周一 中国总理李强承诺放宽政策并增加进口 香港股市上涨至三周高点 恒生指数上涨1.6% 至17938.11点 为10日12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科技指数也上涨3.5% 上证宗旨增加0.3% 中国呼吁缅甸通过合作维护边境稳定 路透社 中国副外交部长农容敦促缅甸与中国合作 以维护两国共享边界的稳定 在访问缅甸期间 农容表示希望缅甸能尽快恢复稳定 并解决内部分歧 他还呼吁缅甸加强对中国人员和机构 在该国的安全保护 蒙马计划筹集到另外50亿美元资金 日经亚洲 据信用信息公司企查查称 中国长新新桥存储技术 已筹集到390亿元人民币 约合53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建设一家半导体工厂 该工厂将位于安徽省合肥市 用于生产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芯片 这笔资金将用于加快工厂的建设 北京方面旨在发展一个 不依赖美国供应商的半导体供应链 以应对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数据证实美联储停止加息后 印度卢比将会上涨 路透社 预计印度卢比在周一开盘时会上涨 因为美国就业数据低于预期 加强了市场对美联储 不会再次加息的预期 非交割远期合约显示 卢比对美元的开盘价将在83.08至83.12之间 而上一交易日为83.2850 亚洲货币在上周美元指数下跌后继续上涨 因为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冷却 根据智商所FedWatch工具 12月会议上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 现在只有10% 而一周前为20% 一个月前为30% 蚂蚁集团获准向中国公众 发布人工智能产品 路透社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金融子公司 蚂蚁集团已获得中国政府批准 可以向公众发布 尤其百灵人工智能 AI语言模型驱动的产品 在中国 公司在向公众发布AI产品之前 必须经过安全评估并获得批准 蚂蚁集团此前已推出了一个 专门用于金融领域的AI模型 并开始测试相关产品的消费者 和专业应用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 有趣的新闻故事 包括解开一名华裔美国士兵死鹰的谜团 印度奢侈品市场的崛起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发展 马来西亚对福岛和电站 废水排放的关切 新西兰面临的中国压力 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限制 中国初创公司01AI的成功 人民币控制程度的加强 太平洋岛国的困境 俄罗斯试射核导弹 以及中国经济的回暖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分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解开一名华裔美国士兵死鹰的谜团 这个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因为它涉及到二战时期 一个华裔士兵的死鹰 通过调查和研究 我们可以了解到 更多关于这个士兵的生平和死鹰 同时也能够看到 二战期间 华裔美国士兵 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境 这个故事也提醒着我们 历史是如何塑造我们现在的世界 我们应该珍惜和尊重那些 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人们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 印度奢侈品市场的崛起 印度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其奢侈品市场也在逐渐增长 这一趋势表明 印度的中产阶级正在增加 他们对奢侈品的需求也在增加 这对于全球奢侈品品牌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他们可以开拓这个新兴市场 同时也可以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和交流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发展中 我们看到了 它如何随着金融科技 和绿色金融的创新而发展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并且在全球金融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积极参与央行数字货币 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这表明香港金融管理局 在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 同时也为香港的金融业发展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在中国面临新的美国芯片规定的问题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芯片产业所面临的困境 由于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限制 中国的芯片开发商不得不寻找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 这对中国芯片产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它们需要继续发展和创新 同时也需要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这也提醒我们 中国芯片产业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的回暖 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成功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是一个好消息 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好消息 也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好消息 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我们应该保持警觉并做好准备 这些新闻故事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 积极的关注和学习 我期待着与大家一起讨论这些新闻 听听你们的想法和看法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